2011年,17岁的四川高中女生苏洪,因为自己的善良被坏人盯上,之后被带走囚禁地牢158天,这158天急疯了苏洪父母,也急坏了办案民警们,然而当苏洪被解救出来,凶手被省以知法时,面对警方的询问,苏洪精神崩溃,凶手却说他是自愿的,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警察同志,我女儿不见了。 我要报警,2011年4月的某一天,一对夫妻神色慌张地冲进人寿县派出所,女人脸上挂满泪痕,男人一双眼眶也通红不已,值班民警连忙将两人安顿下来,仔细询问事情经过,据苏洪的爸爸苏志放所说,当天苏洪和同学约好了一起出去玩,到了时间便独自出门了,因为女儿已经17岁了,再过一年就要成年了,苏父苏母也觉得孩子大了,和同学出去玩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所以并不担心,可没过多久,苏洪的几个女同学就到苏洪家,跟他们说苏洪电话打不通,也找不到人,丢了。 起初,苏父苏母并没有当回事,都这么大的人了能丢到哪去? 许是又在哪玩,手机玩得没电了,等等他自己就回来了,可左等右等,一直到天都黑透了,也没见苏洪的身影,这下苏父坐不住了,仔细想了想,女儿可能会去的地方,发动亲戚朋友一起寻找,随着一通通电话打过来,无一例外都是没找到,苏父的那颗一开始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心,一点点地沉下去,直至麻木。 他只能打电话给女儿当天约会的同学,希望能从只言片语中挖掘到一些被忽略的线索,据苏洪同学所说,当天快到约定时间时,苏洪曾打了个电话给他,说是自己遇到一个问路的人,对方要去的地方刚好离自己所在地不远,自己把人送过去后,再来找他们,还贴心地让他们先玩,不要等他,谁知道,一直过了好久,也没见苏洪的身影,电话也打不通,再联想到他的那通电话, 小伙伴们才发觉不对劲,赶紧给苏父打了电话,可当时的苏父却没当回事,现在想来,女儿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事了,可恨自己还觉得没什么大不了,硬生生将时间耽搁过去,悔恨不已的苏父苏母,急急忙忙到附近派出所报了案。 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,接到报案的警方也十分重视,第一时间联系到苏洪的同学,详细询问了他们当天的行程路线,并调取了沿路的监控,但奇怪的是,在监控中并未发现苏洪的身影,这说明,要么苏洪作为本地人,十分熟悉当地的路线,也许是从监控并未覆盖的小路附约。 要么,就是在苏洪还未进入监控区的时候就已经失踪了,时间一天天过去,转眼距离苏洪失踪,已经过了整整21天,将近一个月的时间,却仍旧未找到苏洪,苏父苏母已经快要绝望,而参与破案的民警们,哪怕一个个熬着夜红着眼眶,也仍旧挡不住日渐沉重的氛围。 4月25日,苏父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,电话中一个男人跟他说,苏洪在他手上,让他准备7万块钱,不然就等着苏洪被撕票,这通电话让苏父如同打了鸡血一样,重燃希望,第一时间就将电话内容告知警方。 警方也很兴奋,立刻回播过去,希望能够根据电话号码,查到对方藏匿地点,但打了好几遍都是关机,众人冷静下来后,开始分析目前苏洪的处境,并根据现有情况做出部署。 从电话内容来看,苏洪是遭遇到绑架,绑匪打来电话要钱,并说如果不给钱就撕票,说明苏洪有很大可能还活着,活着,又找不到人,肯定是被囚戒了起来。 想到这里,苏父不免一阵心痛,已经过了21天,这期间女儿又遭到什么样的虐待呢? 但绑匪能打电话要赎金,就说明还有机会。 只要人活着就好,况且,这次电话中绑匪并没有说在哪里交易,想要拿到钱,他势必还会再打电话来。 警方那边也是安排了民警守在苏府家,力求绑匪在打电话过来的时候,一次就能定位到对方的地址。 然而,绑匪的下一次电话相隔时间着实有点长,与第一次相隔27天,而这一次,同样没有说怎样交易,只是简短地催促苏府赶快交钱。 绑匪这不同寻常的操作让警方看不懂了,你说他为了要赎金吧? 绑了人,打了电话,一个多月也不说如何交易,你说他不为了赎金吧? 他又能专门打电话来催苏府交钱,警方只能继续延续之前的部署,等着绑匪再一次打电话来说明交易地点。 5月23日当天,苏府突然收到绑匪发来的短信,内容中写道,让他到人寿罗板桥加油,向城内100米左转通达集团路口过50米拦路后,在新路左边第三棵断树下娶女儿的东西。 这次仍旧没有说明确的交易地点,只是让他娶点女儿的东西,这时的苏府心中除了害怕还有愤怒,害怕是因为娶回来的东西中有他最不愿看到的女儿身体的一部分。 愤怒是因为绑匪既然已经明说了要七万块钱,那倒是赶紧的说地点好让他把钱送去,把女儿赎回来啊。 总说要钱,还送东西,倒是赶紧交易啊。 带着复杂的心情,苏府来到那棵断树下,找了半天,发现了一枚小小的幽盘,苏府连家都没回。 马不停蹄地赶到警局,和警方一起看了幽盘中的内容,随着视频打开,画面中出现了苏红的身影,看着女儿一遍遍哀求着爸爸救他回家,让他不要报警。 苏父苏母哭作一团,但这个视频也坚定了苏父和警方合作的想法,打从一开始他就知道,靠他自己肯定就不出女儿,最好的办法就是报警。 从视频中警方分析出,苏红被关在一处偏僻的地方,周围很安静,完全没有闹市去的嘈杂,而苏红所处的环境黑暗,很可能是在地下室,因为白天除非装了遮光窗帘。 不然多多少少都有些光照,也是这个视频让警方最终确定了绑匪所在地的极位置,成功解救人质,通过大量走访,滋养警方发现,画面背后的一处环境很像他们当地一个偏远村庄,村里有个叫赵品刚的年轻人, 不但盖起了新房,还挖了地下室,据赵品刚说,他准备在地下室养狗,警方随即带上照片,到赵品刚家附近进行比对,发现其周边环境和照片中高度吻合,于是立刻对赵品刚展开调查,2011年9月9日,警方敲开了赵品刚的家门,看着一屋子警察。 赵品刚夫妻脸上显露出明显的惊慌,在赵品刚家一楼楼道里,一个足有两米多高的大铁柜引起了警方的注意,一声令下,柜子被搬开,露出了一道上找所的防盗门,民警勒令赵品刚打开防盗门,门一开,一个棚头垢面,手脚都被大粗铁链拴着的身影映入民警眼帘,这正是失踪了158天的苏洪。 此时的苏洪精神状态早已崩溃,看到民警只会大声地喊叫,走开,不要过来,爸爸救我。 无论警方怎么安抚都没有任何效果,苏洪早已被折磨得如同惊弓之鸟。 任何人的靠近都令他惊恐不已,无奈之下警方只好通知苏洪的父母亲自过来陪伴苏洪,并立即将他送入医院,赵品刚夫妇被逮捕,然而在警方的审讯中,赵品刚却坚称, 这一切都是苏洪自愿的,是苏洪自己上了他的车,也同意他拍下那些视频,这样的说辞,警方当然不信,难不成苏洪的精神崩溃也是他自愿的吗? 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,警方也第一时间找了苏洪询问,但已经回家几天的苏洪始终不肯开口说一句话,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,不敢见人。 警方只好找来心理医生,对苏洪进行心理上的疏导治疗,在多方努力下之下,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,时间来到苏洪和同学约好逛街的那一天,这天苏洪刚走出家门不远,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便开到他面前,开车的人正是赵品刚,副驾上则是他的妻子赵品刚借口问路。 苏洪就停下脚步为他指路,但赵品刚听完表示自己还是不知道怎么走,问苏洪能不能上车带他们过去,如果车上只有赵品刚一人,苏洪肯定不同意,可边上还坐着他的妻子,一个女人,苏洪也就没多想,好心答应。 结果刚上车,赵品刚便圆形毕露,动手抢了他的手机,蒙上他的眼睛,将他带回地下室,用重达十斤的铁链将他捆绑,之后就把他扔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整整158天,而这期间,也只有赵品刚想起来的时候,才会下来给苏洪送点饭吃,苏洪稍微闹腾一下。 换来的就是他的毒打,有时候十几天也不管他,也不送饭,苏洪饿极了,只能在地下室的垃圾里捡东西吃,而赵品刚的妻子,是个十分没有主见唯唯诺诺诺的女人,只会听丈夫的,丈夫让他做什么,他就做什么,得知苏洪开了口,赵品刚也不再反抗,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据他所说,绑架苏洪完全就是一时兴起,夫妻俩确实是迷路了,碰巧遇见长相乖巧的苏洪,等苏洪上了车, 赵品刚突然就有了绑架的想法,直到把苏洪绑回家扔在地下室,他也没想好自己要对苏洪做什么,但是已经犯了,想到自己有老人孩子要赡养,还欠下赌债,那就打电话要点赎金吧,但要赎金这事,他也不怎么上心,因此有时候都快忘记了还有苏洪这么个人质,因此也就有了几十天几个月的不联系苏夫,也就是后来自己慢慢想通,想把事情了结了,才加快了索要赎金的进程, 没想到刚拿出点干劲就被抓了,赵品刚和其妻子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,然而遭此一劫的苏洪,却要为他们的一时兴起付出一生的代价,这段经历将成为他一生的噩梦 难以至于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